歡迎來到如果雲之道 最近大家是不是人心惶惶呢 每天看到 確診人數不斷不斷的飆高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確定進入 與病毒共存的時代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保護自己 很多人都擔心說 自己今天到底有沒有足跡重疊 有沒有跟確診的人過境接觸 到底要怎麼樣來保護自己呢 TPPS之前特別請了 包括美國的Stanford的專家 還有加州大學的教授 以及台灣的專家舉辦了一個 從清零到共存的國際防疫論壇 裡面我覺得有一點非常好 就是告訴我們 科技也可以幫助我們防疫 怎麼樣用科技來幫助防疫呢 當中專家就舉了英國的例子 他們說他們也有一個類似 台灣社交距離的APP 而用了這個社交距離APP之後 在英國自己確診的人 大約有70%的人 願意把確診的資料上傳來保護自己 同時也告知 有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 而且他們還有另一個統計更有意義了 也就是使用的人數多1%的情況之下 疫情的確診率就會下降1%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指揮中心一直在推 台灣社交距離APP的重要原因呢 那麼在台灣從去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600萬人下載了 而且願意讓自己確診的資料上傳的 也有80%的人喔 為什麼大家願意上傳又要怎麼用 而且你也要下載這個來使用保護自己 要怎麼用呢 凱雲今天來教大家 首先大家到這個APP去下載資料的這個地方呢 來下載台灣社交距離 好當你下載了台灣社交距離之後 你會看到出現這個LOGO也就是綠色 然後看起來有點像時鐘一樣 下載完成怎麼樣開始使用很簡單喔 你只要開啟藍牙就可以了 我們先到設定這個地方 點入設定 接下來找到藍牙 你看藍牙現在是關閉的 好我們就點入藍牙 把藍牙給打開 就在這一刻凱雲打開的這一刻呢 代表台灣社交距離的APP 已經開始來運作了 怎麼知道它有沒有運作呢 很簡單我們現在點進來看 你有沒有看到在時間那裡 它一直出現不一樣的顏色 跑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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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代表它現在正在偵測當中 代表它已經啟動囉 開始呢用藍牙來比對你 以及你周遭的人呃 待在一起的時間 目前是待在一起兩分鐘 而且如果距離比較近的話 它可能就會通知你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頁面上面寫到 與確診者資料比對無接觸 這代表你沒有跟確診者 有任何近距離的接觸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點進來它會告訴你 或者是每天晚上6點到10點 它會主動發一個訊息給你 告訴你你這24小時當中 是沒有跟確診者 有近距離接觸的 但另一種狀況咧 跟確診者有近距離接觸 它就會一偵測到 你們有近距離接觸之後呢 馬上發送訊息給你 如果是這個狀況怎麼辦呢 它會有指引喔 告訴你要打電話給1922 還有衛生局做相關的聯繫 同時要好好地來偵測 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那麼剛剛凱雲說了 台灣600萬人下載 有八成人願意上傳資料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資料喔 它不知道你是誰 也就是沒有個資洩漏的問題 它用的都是隨機的ID 所以我們也點到右上方 這三條線來看它到底 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第一個是APP的介紹 那第二個是每日接觸狀況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點進去來看 像我現在點進去來看 你看4月份好多天都有開了APP 但是上面都是5 等於你沒有任何相關的接觸 如果有的話呢 它當然會在上面寫 那你要自己去小心 而且要偵測看看 接下來幾天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還有接下來第三個是 確診者上傳隨機ID 哇 如果你懷疑自己確診 而自己用了快篩 然後PCR也確定是確診的話呢 如果你有用這個台灣社交距離 你希望可以提醒跟你接觸過的人 讓台灣的全體防疫更穩固 而且更完善的話 你就可以點入這個 確診者上傳隨機ID 也因為它上傳的是隨機ID 所以沒有人知道 這個確診的人是誰 你也可以放心的把資料給傳出去 而當跟你接觸過 兩分鐘以上的人接觸到的話 他可以開始做 相關的自主健康管理 也可以讓他保護自己跟身邊的人 很多人在想說 欸 那跟我自己打電話給親友說 啊 我確診了 你們要小心啊 我們那天有一起去聚餐啊 我們那天有一起去逛街啊 有什麼不一樣呢 不一樣的就是 你打電話給親友是你認識的人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台灣社交距離 它通知的是 你根本不認識他 但是確實你們有近距離 接觸時間超過兩分鐘的 系統就會直接幫你發送訊息了 因此在這種 大家如果都下載的情況之下 它會變成一個比較穩固的防護網 可以來防護台灣的相關疫情喔 至於很多人想說 欸 那是不是下載了這個 就不用掃食連制呢呢 如果說你進去的地方 是兩分鐘之內就會出來的 比方說你去超商買一個東西啦 然後或者是去很短時間的地方 基本上還是要掃食連制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進入一個大賣場 一逛就是30分鐘 40分鐘等等 欸 這麼多人來來玩往 或你去百貨公司 去餐廳用餐 看表演演唱會等等 這個時候呢 台灣社交距離的APP 就可以長時間來幫你偵測了 現在是非常關鍵的時刻喔 那麼大家都希望說台灣在這一關 雖然要與病毒共存了 還是可以守得住 我們更希望我們可以保護自己 跟自己所愛的人 所以用這個方法 也可以保護你自己 跟你自己所愛的人 當有接觸的時候 至少可以讓自己 這個周邊的人 更加留心身體狀況 所以也請大家要多多下載 一起為防疫貢獻一份心力囉 還有要打疫苗的 趕快去打疫苗 疫苗是最主要的防疫之一 大家努力了這麼多年 一起再撐過去吧 如果你們知道 那麼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會告訴您 不管是在科技方面 跟健康方面 或者是跟高年級生 所有相關的訊息 我們一起努力 過更好的生活 下次見囉 拜拜 有些人啊 對痛感不是那麼的敏感 如果你活動的時候 這個關節咔咔聲 伴隨著疼痛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市面上的 蓋片白白種 到底要怎麼挑選呢 檸檬酸鈣啊 碳酸鈣啊 磷酸鈣 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趕快加入 健康2.0 YouTube的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 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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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